来我们又请下一位 张磊男31岁北京人 首钢工学院 机电一体化专业 各位报寿好 然后推药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磊 然后我很紧张 现在手还在抖 其实看我资料就能看得出来 我经常上台 可能是对这个舞台太敬畏 然后太在乎吧 其实我还挺坦然的 我还挺开心 能保持这种对舞台紧张 这种心情 大概是这样 我们这舞台会吃人啊 没有没有 老师好 不会老师好 你说对这个舞台带敬畏 如果真敬畏就做好准备 做好充分的准备 你就没什么好怕的 老师说的对 这有些人就很多人就反映 非你莫属上的这些企业家 主持人 特能挑刺 特别能够不让人 不给人有一种 一种轻松感 有的时候呢 就穷追猛打 紧接 那就是这样的 面试就是这样的 是 我自己没准备 那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以为是惠人圣宝片 你好 我也好 他好 我也好 这广告 这广告直入都不错了 一百分 对不对 面试既不是仇人相见 分外野 也不是什么一团和气 就是客观的审核 你们彼此之间到底相不相配吗 是的 是没什么好怕的小伙子 好 对吧 主要是第一次见到您紧张 别扯我身上来 我可没带节奏 我可没带节奏 行 这个工作经历只有两份 因为我觉得好多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多指导可以写的 但是你的一些资料当中又写 你毕业之后做了六年的国企电工 那个是不是电工 是电器工程专业属于工人那种 就技术工人 所以其实15年到2020年 这两份并行的工作 其实都是你在国企辞职之后干 其实不是辞职 这国企是这两个工作 两份工作对我都 其实应该说挺惯着我的 都挺好的 只不过一个是因为搬走了 比如手刚的话 他要搬走 所以我没有办法 然后公司的这个高管 又觉得我特别好 如果调到航天 然后去航天二院 然后在那边表现的也还行 但是因为就是对我太好了 然后又让我去 看中我这个才能 又给这个机会发挥 然后自己又有一点 有一点点才华 然后表演了以后 就去了总公司去表演 然后再一表演以后 就觉得自己好像 不知道怎么着好了 就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自己本身那个 音乐 对 然后就一下子可能不懂事 就从事这个行业 就辞职了吗 是的 那你那个辞职之后 是顺利的就做了音乐这件事 还是中间有一些坎坷 辞职以后 其实第一年特别难 因为你喜欢这个 并不见得别人觉得 你这个做得有多好 只是你自己喜欢而已 大家好 我叫武山伟 今年24岁 来自山西 毕业于燕山大学 音乐表演专业 主修声乐 今天我来到 非你末世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助理类 以及企业家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好 你好高啊 感谢父母 他说感谢父母 他说感谢 我也想感谢 我感谢不着啊 对吧 你是学声乐专业的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因为从小 就是中班四岁开始 然后妈妈就培养我 学习钢琴 一考的时候 考的是声乐专业 学这个是不是特费钱 还好 就是像我来说吧 从小我妈妈就教育我 就是已经花费了不少了 花费了不少是多少 之前应该是能在北京买一套房 就是钱 对对 你学这个专专业花了几百万 对对 二 二百万 对左右 学声乐要这么费钱吗 是的 是的 你唱两句我听听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着一首三歌 两百万 没白费 对 他这歌一出来的话 我这个整个浑身是发麻的 真的是那种感觉 声音很好 但是音准不 对 旋律 不是很好 旋律上有 这歌特别好听 但我觉得唱的 唱的声音特别美 但是他的情感 好像没有那么 那么那么多 好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你为什么不做教师了呀 因为就是感觉 做教师这个行业 已经看到了未来 你是想彻底跟声乐 绝缘了是吧 也未必吧 那你要说清楚 你到底改不改行 文化传媒之类的都可以 你要多少钱薪资 如果在北京的话 是六千起 那你说一下 你今天有一项企业吗 有 哪一家 得上传媒和 那个 银朗文化 你去这两家公司 干什么 唱歌啊 就是我觉得 助理类的就挺好 但是一般 因为是助理类的岗位 一般的说明 自己没准备好 没想好 自己想干嘛 没关系 段东没关系 既然他想做助理 请马瑞和赵小叶 待会儿在第二环节 想一个助理的问题考量 好吧 我们甭管他准备没准备 用事实告诉他 他到底能不能 来 第一轮选择序后 还有五正 因为他性格就那样 大大咧咧的 总是不知道 怎么去和异性 保持距离 我怎么没有和异性 保持距离了 就说上一次 在KTV 我当时还在旁边呢 人家给你倒酒 邀请你一唱情歌 你都去呀 后来我生气 我走了 你呢 在那儿嗨够了 完美了 才出去找我 你气臭臭地出去 我也出去 大家都是朋友 你这样做 让我朋友难看 有必要吗 那对 他们高兴了 我伤心了 对吧 他们都重要 我不重要 是吗 你重要 我在外面 什么时候 要顾及你的感受 我顾及了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经常我们一起吃个饭 你看个星星就走人 我们一起出去约个会 电影看到一半 接个电话 你就走了 那不是因为刚开学吗 事情比较多 你说老师 学长学姐找我 让我过去 我能不过去吗 那你都不能理解 理解我吗 那你呢 你经常去参加一些晚会 和你 学校安排的呀 是 是学校安排的 那学校安排的 让你和你了 搭到一起吃饭 再安排他 把你送回宿舍嘛 这都是安排的嘛 这就是工作需要 就串词 串晚了 而且我是刚单独吃饭嘛 还有另外一队 搭单一起的呀 大家都在食堂吃饭 这么多人 是单独吃饭嘛 他送我回去 只是因为顺便顺路而已 好吗 你在工作上面 你没有女同事吗 你没有跟女生说过话吗 没有交接过工作吗 我怀疑过你一点什么吗 没有吧 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吧 我有这样做过吗 我有说带着我的女同事 一起去吃饭 一起去 再送她回宿舍 我有这样做过吗 你现在 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搞不懂你 那就说你上一次回去 平常你来回 都是坐飞机回去 为什么那次 偏偏要坐火车 二十多个小时 从赫然到四川 还和你所谓的 异性老乡一起 我跟你订完机票 你还把我给退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吗 这件事情 我当时就给他解释了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那次暑假回去嘛 我也是订了机票 然后后面就有一位 航班取消了 然后我一看同期的 都是全假票 爸妈挣钱也不容易呀 就坐个火车 你在火车睡一宿就到了 而且有个同学 都是认识的 他也认识的 也安全一点嘛 就没有必要 而且他给我买 你有经济来源嘛 你还不是换你爸妈的钱 你爸妈挣钱很容易嘛 我问你 你就是在为你的自私买单 是 是我自私 这个结婚了吗 或者是恋爱了吗 太难了 我们俩结婚了 有孩子 没有 没有孩子是因为时间太多的在工作上 有一部分的原因 有一部分的原因 对 丈夫有怨言吗 还好 因为我的丈夫也是我们单位的特警 理解理解 对比较理解一点 而且我们俩平时工作的话 也不在一块 大概三天左右能见一次吧 就这样 其实也都习惯了 因为经常也是出差在外的 也能互相理解 张晨珊呢 我是去年12月份 刚结的婚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 但我是双城生活 他在北京 像我在天津 我每天就叫来回跑 对 不算双城 不算 你不算小时吗 不不不 但是路程要将近三个小时 丈夫会吃狗的醋吗 我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情书 但是没有跟我对象写过 你给狗写过情书 对 说来今天 我们平时的生活吗 嗯 站在我左边的也是你 嗯 然后 每天陪伴我的也是你 然后 是他代替了我丈夫的位置 站在我的左边 然后他 说完之后就很无奈吧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真的一个人的工作 对他的感情是有影响 就是 反正我可能也是 比较嫌疑也贺的性格吧 就是喂犬 养猫 然后周围全国 这是我的人生的愿景 你将来可能会找一个 跟你一样喜欢猫狗 嗯 也许吧 今天 三位都有幸福心愿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共同的幸福心愿 对 来 有请王警官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就是帮助有犬的人士 以良好的方式教育自己的爱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心愿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小区里也能看得到 有时候在网络上也能看得到 有些爱有犬的人呢 对待自己的宠物 经常会以一些错误的方式 比如 比如这犬做错了 他在家里大小便了 他可能不问清楚 上赵白就上去给他一顿打 而这种是完全不可取的 日常训练当中 就是要及时制止他的错误 最好可以 以你们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不要做 不可以 去制止他 最好就从最先开始的时候 就培养他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希望有犬的人能够 也在日常生活中 跟他当着家人一样 用好的方式去教育他 你们刚才听了三位警官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希望你们多上节目 是因为我让大众知道 我们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是正是由于我们这些辛苦的干净 我们的 24年前 我们说一下 那个时候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是怎么把女儿给丢失的 1994年1月8号下午5点钟 我和老婆带着女儿 我们一起在成多九元桥 住生意买水果 平时娃娃也在周围附近玩耍 她妈妈就叫我去翻顶钱 当时没想到娃娃 就在那个突然翻顶钱那个时候 结果死了 当时 我现在想到都还是很伤痛 我作为一个父亲 当时为什么不想到把自己的孩子抱上 就为了那么一失大意 孩子丢了之后 就没买水果了 就一直先找孩子为 就防去所有的事情 那还得工作啊 那个时候一直都防去了 大概就防去了 半年左右时间吧 半年 对半年 这半年就是一心寻找孩子 对一心寻找孩子 所以我们排除所也保安 成都市儿童密室 早点说成都市儿童福利员 我基本上都是天天耐飞奔波 那个时候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我老婆两个人 一个月打药 吃无精密 真的是吃不下 那个时候 说实在是我们太伤心了 因为娃娃 三岁的时候 在身边是一个 毫不乱跳的小孩 突然失踪了 那个时候真的给我们打击 是特别特别的大 天都塌下来 但是呢 人生就是这样矛盾的 虽然心情低落 虽然说家庭里面 丢失了一个成员 但是工作还得继续 你要找人就需要钱 你生活也需要钱 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 不要给我看到 我身体不行了嘛 就跟我狠狠地说 兄弟你自己看看你的身体 你这样子下去 把孩子找到了 对吧 你身体不行了 有人怎么样 你要好好的工作 孩子也找了这么久 是不是 首先你对于管家生活 而你把孩子找到 这中间有想过放弃 我也想过放弃的时候 15年的那个8月15号 到9月15号 中国市中人口当安库 举行了一个活动 是投票活动 那个时候我说实在的 是一天拿着手机是不离手 你的票数也高 就排名到优先寻找 当时我一请到 有一点机会 对吧 我就不非放过手机 我就在我手机里面 随时都打电话 跟亲朋好友 搞快 用帮我投票 说实在的话 我也是真的是太累了 我自己还住医院了 那个时候我也跟我老婆说 我这一次我们不行了 我也干脆放弃了 我也不想走了 我也太累了 有点绝望 对 有点绝望 当然 最后说实在的 绝望 那一天过去了 结果第二天 一上到车 看到人家的孩子 看到人家的心情 上班了 什么的 多高兴的 那个时候 孩子想到自己的女儿 不能放弃 还是要继续长 你觉得改变你的 是因为你有孩子吗 是 你对他们的交易方法 是什么样的 我就是以前 我没有学过的时候 然后 比方说 有什么 我做的时候 我也是 或者是 他们有什么错 我也会说 说不定 我还动手打过 到现在 从我学会之后 我心里特别的愧疚 所以从现在 从我学会之后 我孩子 但是我不知道 怎么表扬他 但是我不会去贬低他 也不会去批评他 但是有时候不耐烦了 我要 比方说 同他说了一句话 或者我不耐烦 但是过不了不大会儿 我得赶快地 去跟我孩子道歉 学会就是说 认错 道歉 尊重他 您今天想来求职的 这个岗位 是育儿方面的 培训师 是吗 我就从这方面 如果是能学得更多的话 以后我能做到 不是讲师这一块 做到讲师 您的期望薪酬 三千家 那您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 有没有异象的企业 就动画爱音 正将我有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 你家里的这个过程 现在你教育孩子 因为你学了点 这个育儿的知识 所以有的时候 他犯错误的时候 你说我虽然不知道 怎么表扬 但是我不批评他了 但这应该是 你的人生领悟 他离这一个育儿师 好像还有点远 所以我的感觉是 你是不是想选一个 真正的育儿早教的 这个机构去学习 因为要的薪资也不高 你现在做酿瓶 这个一个月 一万多块钱 其实你是想 再继续学习 是意思吗 是是 我想继续 这个正规的学习 所以那我再追问一句 就是你现在想 学育儿这个事 等你学会了 你是要继续服务于 这家企业呢 还是就回家 服务于自己家庭呢 服务家庭这个也太自私了 所以肯定会留在企业 还想对社会 或者做这贡献 在第二环节的最后 再征询一下您的意见 期望的薪酬是3K家 岗位是育儿培训讲师助理 对吧 来 第二环节 请企业家们 做出你们的选择 我作为一个没吃上凉皮的人 我真是 我想替你说一句 早知道就不应该 给他们那么多凉皮 吃了你的凉皮 最后还把灯给灭了 我特别尊重 也感动您的 这个教育的情节 但是企业一定是有 它的佣人标准 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愿意台下 我给你专门的 免费培训的机会 希望能够成就你 这样的育儿的梦想 谢谢 你在做好凉皮店的 这个同时啊 你在你的社区 然后呢 把你所学到的知识 去讲出来 当人群足够认可了 你的这种知识的传递之后 你可以再往这个方面 去深一步 好 邓大哥 最后送您一个礼物 因为我觉得您的这份 情怀和梦想 特别感动我 所以我送给您一套 我们的线上 两万块钱的课程 包网课送给您 这样您足不出户 在家呢 就可以学到 最专业的亲子关系的课程 另外呢 就是好好地做好凉皮 谢谢 好 谢谢陈薇 谢谢 感谢郑小杰 来到我们的舞台 谢谢 再见 我今天挑战自己成功了 我既然上这个舞台 但也有人会看到这个节目 我想他们也有一点收益 感谢郑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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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郑小杰